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白宫表示 与中共的关系非常艰难 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 与未来感到怀疑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表示 他与中共的关系非常不好 尽管几个月之前 与中方达成了历届政府都无法达成的贸易协议 但疫情之后 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与未来感到怀疑 该协议在2月15日生效 川普表示还没有就如何处理美中贸易关系做出决定 此前一天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母亲 与中共副总理刘鹤进行电话会谈 讨论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确保能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 川普周三曾表示 如果中共未能兑现其购买承诺 将终止贸易协议 川普近日屡次在谈话中强调 中共应该在源头就阻止病毒 并表示可能才需惩罚行动 白宫发言人凯利麦肯尼周三曾说 美中关系令人失望 近几周 川普总统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等几位政府官员 已与数十个外国盟国进行了对话 讨讨论解决中共有意隐瞒疫情的问题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综合报道 Have been willing to take the bold moves each and every day 谢谢大家